这是鱼水茶 鱼水茶是现在吗 鱼水茶是现在 那个时候 古花茶就是9月10日 古花茶是将近7月半 7月半当就是古 八月份人家打胡子了 现在的海拔大概是1600米 这高海拔的地区 这有加水洗车 山上就是茶叶 这都是茶叶 在洗车大哥屋后的山坡上 种满了茶树 经他的同意 我们决定到他的茶园看一看 茶树是年头月 酒呢 这个味道更好 其实现在你看还有这个茶尖 这是更新的茶了吧 不管怎么样 老爷今天也 算是摘过茶了 我看那绿茶还有这么多嫩叶什么的 为啥不能摘了呢 马上就要摘 马上还能摘 一时要摘到10月份 也就一年不是摘一次 能摘好多次 好多次 现在已经进去 春茶已经完了 春茶是最好的是吧 春茶已经完了 现在已经是雨水茶了 现在开始要滑水了 我看发了好多 我心想你为什么不摘呢 还不知道 是先摘摘 摘摘 还好我没给你掐太多 老外将刚刚摘的几个嫩尖泡上了 一会尝一尝这个嫩尖出来 味道怎么样 很绿啊 这泡出来很漂亮 你只是把自己的茶叶摘完了 然后就吃茶就卖出去了 两元一斤 两元一斤 有人专门来收 那下去下面 下面就 那我到下面能买上茶叶吗 茶叶差不多那种 50笔就有 对你卖多少钱一斤 40块一斤 40 自己加工的 自己加工的 这个铁锅上加工 您平时在这住我 就在这里住 您还是光荣之家 太荣幸了 我还没当过兵 您当过兵 您在什么地方当的兵 昆明 您在昆明市当的兵 当了几年 三年 三年兵 转业 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故乡 嗯 雪开了 老魏先沏上这个绿茶 茶叶颜色不错 然后那个 整个的这个叶子 还是比较完整的 老魏尝一尝味 我泡到第四碰子的时候 已经味道出现回甘了 但是还不明显 我们再看看继续泡 看能泡几 还能再泡几碰子 这个是泡到第六碰子时候的这个茶色 第一泡就是春茶 第二泡就是雨水茶 第三就是那个古花茶 古花茶 古花茶 是最后的那种 这是绿的 这是绿的 这个都要怎么加工 我说这个您一般都怎么加工 我说这个您一般都怎么加工 要那个炒 那个锅 专门炒 专门炒炒的 好 2、3、4 哎呀 4点 多少湿的能泡 能做出这二斤八两 这个二斤八两 二斤八两 最起码都要 差跃好了 就 哦 八斤来那个 四斤 三斤半四斤炒炒一斤 三斤半四斤炒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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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一斤 十茶 那个九斤多 十斤多的 是吧 继续赶路了 去那个 墨江 墨江 墨江快 快啊 墨江烧 比起原来的烧着九更多 现在路修好了 现在路修好了 有个隧道 有个隧道能直插过去 哎呦 我们导航全是这样的 嗯 先前面 对 那就好走了 嗯 现在过去还是 弯过去弯过来的 可以下长坡 长坡一下完 平路一走 大概六七八里就转水道了 就算水道了 水道一转出去 走一起就是墨江 墨江了 就这样我们就告别杨大哥和他的茶园 车洗干净了 老魏带着未知的旅程继续前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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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